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主治皮肾两须 充脉不顾之症 临床主要以妇人血崩或月经过多 色淡窒息 半头晕之冷 心肌气短 神皮乏力 腰气酸软之症为主 本方是由于肾虚不顾 脾虚不赦 充脉滑脱 而导致月经量过多血崩 这样的产生 肾为先天之本 肾气健固 而风藏有丝 肾为后天之本 脾气健忘 则同学有权 若肾虚不顾 脾虚失涉 以致充脉滑脱 可以导致雪崩或月经过多 血下如崩 气水雪脱 容易见到头晕之冷 心肌气短 脾肾虚虚 气血不足 则见到腰气酸软 神皮乏力 舌淡脉细弱 本正属皮肾两须 充脉滑脱 治疗上当急则致其标 以固充摄雪为主 服以补皮异肾为致法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全方的配物情况 方中山竹鱼 又叫鱼肉枣 其肝酸而温 能收敛顾色 可以补义肝肾 两善其功 顾重用为均药 而龙骨 胃肝而色 亩利 咸色 且两个均为断用之品 收色之力更强 两药相合 能收敛元气 致女子绷带 帮助军药 以固色滑脱 所以共为尘药 方中黄旗 补气之中 又善生举 白竹呢 一起健脾 以固充 其由善至流产崩之 这两药合用 令脾气健忘而捅射有权 方中生白勺 偏良性 阳血 炼阴 中铝炭五辈子两个药 可以收敛直血 海飘消 嵌草 可以固色直血 同时兼能活血化瘀 使血止而无流瘀之弊 以上这些药 共为左药 全方主药相合 共奏固充舍血 补皮益胜之功 通过全方的配物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固充汤 及众多连散之品 扶植以补气 可以固充舍血 于散淤 于收色直血之中 直而不流瘀 本番为治疗崩漏的 常用代表方机 以出血量多 色旦窒息 半腰息酸软 舌旦脉微弱 为临床的变质要点 现多用于功能性子宫出血 属脾气虚弱 与充润不护者 使用本方 临床若兼 脂冷汗出 脉微欲绝者 为羊托之效 需加重黄芪的用量 并配合申腐糖 以意气辉扬 但是如果是针对血肉 旺行这样的一个证刑 本方不适宜使用 然后再次判断 二绿的用量 再次判断 二绿的用量 相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